脊髓损伤真的可以被治愈吗? 经常有好心的朋友在我的作品底下留言 说,我可以帮你治疗你的疾病 我可以让你重新站起来走起来 我往往都是不予回复,以笑而过 我想问,大家真的了解脊髓损伤吗? 你们说的那些曾经不能走路,坐轮椅 后面经过治疗,经过药物,经过养生的方法 恢复走路的,它们都不叫脊髓损伤 有可能是中风偏瘫,有可能是脊髓休克,脊髓压迫 真正的脊髓损伤,它是无法修复 真正的脊髓一旦断裂,它是无法再生的 脊髓损伤,它被全球定义为不死癌症 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技术 可以攻破脊髓损伤,这样一个难题 那么好多人就问了,既然无法修复 那你为什么还每天都在这么努力地坚持锻炼呢? 因为我相信,有一天,医血一定会创造奇迹 还我们一个自由之身 因为只有坚持锻炼,不管等待多少年 我们想走路的希望一直在 但是只要我放弃了锻炼 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走路了